今天是周六,那就去哥本哈根逛一个下午吧 来到熟悉的赫尔辛堡C车站 从这里坐Full C的船到对岸的赫尔辛格小镇 然后再转火车就到哥本哈根市中心了 今天的风特别大,船开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 从赫尔辛格坐火车到哥本哈根市中心大概是45分钟 虽然来到瑞典已经一个半月了 但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哥本哈根呢 初站首先是那个游乐场,然后就是乐高店了 今天刚好碰上了Frey的游行 大家就喊着各式各位口号走过去 穿过市中心,我就继续向新岗走啦 如于今天天气的原因,原本色彩灯灯的新岗也显得灰蒙似的 当时认识饭点结果也没有感觉很热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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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雨越下越大 然后天洋慢慢黑了 所以这时就没有我去小美尔鱼巷那边 慢慢我回走了 虽然今天是周末 但市场清晨多商店到6点也准备关门了 人也没有下来那么多了 半天一年点的落日就到火车站了 然后就坐上了到福尔辛格的火车了 到会儿辛格已经夜幕降临了 那下次就找个好天气再来吧 拜拜